好,接下來就是我們軟體 我們軟體大概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像我們 要連到我們這台PLC的時候,我們寫完程式,我們要連到PLC的時候,我們會有不同的連線方法 主要 現在最方便的就是網路嘛,如果我們能接到網路上,那網路絕對是最方便的 然後 或者是我們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條線 它這個是主要是 它是232的線,它另一頭是USB 然後在PLC上有一個 有一個孔是可以插進這個 這一條線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用232去做通訊 那 我可以 我先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程式 就是WINPLAY的,它剛開的時候就是,它沒有程式的時候是長這樣 一樣我們就像 一般office那樣,開心 開心檔案 然後主要是這邊,一開始的時候呢,我們專案名稱可以設定 這個應該不用解釋 然後這邊 PLC的型號主要一定要對應到 就是我現在要連進什麼PLC 我就要用什麼 PLC的型號 去寫這個軟體 那當然之後 寫完之後你還是可以改 所以 這個 一開始 不一定要設定到一樣 然後像我旁邊這一台就是它叫做FBS24MC 那它24的意思就是 FBS就是系列嘛 然後24就是 它上面有 總共14個 輸入DI 加下面 10個 總共24個 然後 然後這邊MC的 MC跟MA的差別呢就是 有沒有那個萬年力 萬年力就是它裡面有沒有 寄時間 對 然後確定之後呢 就有一個新的程式就成這樣 然後呢 我們如果要連進一台 PLC 我們會在這上面 PLC連線這邊 其實算是兩個方法 下面兩個都是網路 RS232就是我剛剛說這一條 它插進去之後呢 它插進去之後 我只要按這個 那它下面可以 像是PLC連線的話 一定要知道通訊的方法 就是 這邊可能不清楚 通訊負 你插的是哪一個 就是你在電腦上的通訊負是哪一個 哪一個count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大概的這個概念 對它電腦 然後 管理這邊 然後裝置管理 這個如果我有插一個設備 它這邊可能會跳出一個 什麼什麼 然後它後面關號就會跟你寫說 這是count 它會不會跟你說 這個東西接著是count 1 那你在這邊設定的話 這邊 編輯這邊做設定 你就要選count 1 那你在這邊設定的話 然後通訊速率那些 通訊速率那些 其實它就是一個 像MOBUS的通訊 就是有一個 固定的 假如說我 PLC要跟這個設備通訊 我們要一模一樣的 規定 不然我們要把它做通訊 通訊速率就是每秒 幾bit 然後 同位元 然後資料位元素 然後停止位元素 都是要看我們的設備 廠商出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 我們要用什麼去通訊 我們就會 照著他的方法 才能做通訊 那通常很多設備 就是通訊速率都可以調 因為有時候 在現場 我們有時候做現場 有一些干擾因素 我們會不穩定 我們要去調一下速率 然後 就會有 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結果 可能有時候 通訊比較 不穩的時候 我們會調慢一點 不要太快 這設備可能承受不了 這樣 太快的話 我們通訊會 容易失敗 然後 在232連線 比較特別的是 他可以 做右上角 按下自動減值 像我現在如果不知道這個PLC 他的通訊要怎麼做通訊的話 我按自動檢視 他就會告訴我說 然後這邊就按確定了 他就會幫我看說 我現在這個PLC 是做 什麼通訊 怎樣做通訊 只要自動檢視 按下去 然後他搜尋完 確定 確定之後 他就會自己連線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接上去 所以他 他現在偵測不到 那如果是用網路的話呢 網路的話比較重點 就是我們要知道他 這一台 他接的通訊 是用什麼IP 他設定的IP是什麼 像我們永宏出廠的話 通訊 通訊的設定IP 一定是192.168.1.3 然後 各位知道192.168.1通常都是內部 自己在用的網路 就是 我沒有要對歪 我全部網路 現在只要 這間電腦全部設定192.168.1 然後23 開始 同一個網段 我就可以用我這台電腦連到他 這台電腦連到他 如果不同網段 就沒有辦法 然後 就是 設備也一樣 就是 假如說我現在這個 暗場 就是我這些學校 我的網段是什麼 那我這個設備就要跟他 像我們去 學校 我們裝個設備 我要跟他 跟學校資訊出要的IP 不然的話我沒有辦法連到 學校的網路 然後老師 他電腦就會看不到 這就是 我們要設定 IP 那 他要怎麼設定IP 不是在這個城市上 我等一下 之後會跟各位講一下 另一個城市 然後 我知道IP之後 我一樣在這邊編輯 我只要在這邊打上IP 192.168.1.3之後 我按下確定 這就是 我開始在跑就代表說我已經連到 好我寫 我現在連進去了 他告訴我現在狀態是怎麼樣 然後版本啊 確定之後呢 你看沒什麼變化 其實你也連進去 然後 PLC上面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變得比較不一樣 這邊多一個執行 執行是什麼呢 PLC你在寫入城市之後 他不會一直跑 你要按下執行之後 他才開始 開始 RUN裡面的城市 當你沒有按執行的時候 他其實只是擺在那邊 他也不會去做任何事情 然後當我要 要寫完城市的時候 我就要 灌進去這台PLC之後 我就按下執行之後 各位 可以看到 左邊這一條 他變紅色 就代表 他開始在跑這個城市 這就是我們 分辨 執行與非執行的時候 那我們要去暫停一樣 停止運轉 然後 就可以 也可以直接離線 那離線 離線他不會停止 如果你要停止 你一定要按停止運轉 然後 或是你可以 像是他如果在RUN的時候 我直接 我可能筆電弄完 我要離開了 然後我就按 我就按離線就好了 或是直接把城市關掉 那他一樣會繼續 繼續運行下去 你不會因為你零線 然後他就會停止運轉 好 然後接下來 繼續 這就是連線的方法 然後 剛剛我說 TLC 如果 你要用網路去通訊完 你一定要知道他的IP 那當你 不知道他的IP的時候 要怎麼辦 不查IP的話就會比較麻煩 主要一點是 我們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用 這個軟體 剛剛看到這個軟體 在這邊我剛剛安裝好了 他叫做 Ethernet advator config 重點不是 他的名字 重點是 大家知道 他就是搜尋 而這是專門搜尋 永宏設備的 你其他你不知道IP 不能用這個 他搜尋永宏設備 他只要 在 同一個網路的 區域 然後 重點是 我這台電腦 跟那台設備 要設定成同一個網段 網段就是剛剛192.168.1 的什麼 然後又不能衝突 我在這邊如果按 按下scan之後 我就可以搜尋到我現在可以連到我電腦的所有的設備 像我現在只收到一個 因為我只有這一台跟我連上 那他的IP 這邊就可以看到 192.168.1.3 然後 這個不只是搜尋設備 那我們如果要修改他IP 或一些設定的話 我們也是用這個搜尋完之後呢 這邊點他 他就有一個 設定的部分 或是上面直接點兩下 我們在這邊可以修改他的IP 改成 你們學校的網段啊 或是你家裡的網段 然後這邊可以寫一下他的 標示一下他的名字 然後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個 包瑞 他也是有輸入 網路也是有輸入 那 那 當然預設 就是9600 那他如果你想要更快的話 你想要通訊更快 你可以 如果你 設備OK的話 就可以設定高一點 OK然後我們 也可以設定密碼 就是我們不要讓人家 讓人家搜尋到 但他不能去改我們的東西 就等於他 點進來這邊 他需要打個密碼 才能開啟這個頁面 那我們的設備就不會 被人家修改 OK 這就是搜尋 然後中間這個 Ethernet就是我要直接 打他的IP 我知道他IP 或打他IP 看有沒有這個軟體 有沒有設備 有沒有在 連上網路 OK 這邊也232 就是搜尋軟體的部分 好 那這邊 就是軟體的介紹到這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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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